我的订阅人数已经突破了3万 这个是我主频道 花了一年多时间才能达到的成绩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后台 我的第一个月收入就有1000美金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芳 欢迎来到我频道 人类历史上上一次颠覆性的技术 是移动互联网 而最近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就是AI ChatGBT 这样的机会 每10年20年就会发生一次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今天这期影片 我们就来分享5个我们普通人 能够利用人工智能 ChatGBT赚钱的方法 即使你在家中 也能够月瑞1000美金 近100年来出现过 许多这样的颠覆性的技术 例如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电力燃气技术 第二个就是农业机械化 它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第三个是汽车和航空技术 同样是发生在20世纪初 第四个是电子技术 第五个就是互联网技术 接着就是21世纪初的 智能手机技术的出现 能称得上颠覆性技术 必须拥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与现有的技术相比 它具有显著的创新和突破性的发展 能够为市场带来新的价值和利益 第二个就是要用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效率 能够降低现有市场的门槛 切GPT已经深入大众了 我们家的小朋友 经常从学校老师口中得知切GPT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也会用到切GPT 可见他已经深入大众 连小朋友都可以非常轻松的 使用和获取 你知道吗 切GPT自从发布以来 到他的100万用户 仅用了5天的时间 奈飞用了3.5年 推特用了24个月 Facebook用了10个月 Instagram用了2.5个月 第三个是开创新的市场和商业模式 使得原有的市场的格局被颠覆 重新构建 举例来说 区块链十几年前就有了 我们也知道 Web3去中心化的技术的发展 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但是仍旧没有应用到 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当中 很多还是停留在概念 最大多数都在金融领域运作 所以区块链 目前还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我们来看上一次符合这三个特征的颠覆性的技术 就是智能手机 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 连半夜起来上厕所 即使你在不用的情况下 只要手机在身边 就有着莫名的安全感 的确 我们的购物支付 交通出行 娱乐 工作 社交 这些都无时不刻的 需要智能手机的陪伴 其实我们很早就听说过 人工智能深蓝 在下围侠 下象棋方面打扮人类 但是和我们普通人生活 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只是从新闻当中了解到 人工智能非常的厉害 那个时候处于人工智能萌芽期 还不能被称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直到2022年的10月底 OpenAI发布了ChatGPD 让普通人通过浏览器 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在一次又一次的wow当中 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威力 太棒了 天哪 这是AI做的 ChatGPD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的 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很重要的原因 使用了API的技术 它能够应用API 和我们的智能手机 连接起来 用极低的成本 就像细胞复制一样 深入到我们普通人的方方面面 所以你会听说 微软公司将ChatGPD 植入到他们的Office 办公软件全家头当中 使人们彻底改变了 原有Office的工作模式 Google Bar 微软的搜索引擎 New Beam 植入了生成式的 AI聊天机器人 彻底改变了 长久以来 人们通过搜索引擎 获取知识的习惯 ChatGPD也在不断的尝试和突破 开发出他们的插件的版本 反向的将订餐 订机票 购物 学习等模块 集成到他们的ChatGPD 主功能当中 类似于苹果App Store生态 当中的应用商店 以上说的这些 我都有不同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过 有些人喜欢奥伴 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未来的几个月 ChatGPD普及的速度 将非常之快 很容易出现在我们生活的 各个场景当中 每当这种颠覆性技术 出现之后 就会有不同层次的创业机会 摆在我们面前 第一个就是大平台之战 微软搞了个ChatGPD 我谷歌也搞一个Google Lambda 正因为微软投资了OpenAI 它拥有了OpenAI独家的使用授权 将ChatGPD集成到 Office办公软件当中 谷歌本身 它也有在线的 Workspace办公软件 它也将自己的AI的技术 结合到Workspace当中 供大家来非常方便的使用 程序搞得文献一言 这次马云回国 第一件事情 就是高调宣布 阿里的全线产品 将集成到大模型 人工智能板块当中 你会发现 这些大的平台 推出了这些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 这样的创业机会 是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 很难参与进去的 第二个级别的创业机会 就是像这样的大平台的战争 趋于稳定之后 这些平台会开放出 大量的API的接口 让大家能够使用插件 开发出基于AI技术的 这些API的应用程序 这样我们就能够将AI的技术 通过API的形式 集成到原有的 我们的商业应用模式当中 你和你的公司 就有可能迅速的 插上AI的翅膀 先飞起来 之前我们买家电 购物都有可能去门店 比如像Besterby 国美 苏宁 自从亚马逊 京东 以前靠真实人流入口 获客的方式 改变成了通过网络流量 来获客产生销量 也就是说前几次的 这种颠覆性的技术 出来之后 原来的所有这些行业 都可以被新技术 完全重新做一次 那你会说 我又不是马云 我也没有原来的这些生意 我们怎么通过这次颠覆性的技术 从中找到我们白手起家 创业的机会 发了这么多 接下来就是本期影片的重点 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学习 ChatGBT Majeri Google Bar NewBeam 这些AI新的资讯 我收集了我能够找得到的 各大机构 关于AIChatGBT行业研究报告 我觉得掌握了这些信息的人 绝对可以打开原有的思路 抢占先机 利用AIChatGBT的技术 把原有的这些商业游戏 商业模式 完全用ChatGBT AI来 重新做一次颠覆和搅局 在这期影片的最后 我会将我收集到 这些非常有价值的资讯 免费的发送给你 你可以打开影片上方链接地址 或在留言置顶的第一条 得到下载链接 接下来我会讲五个 我们普通人利用ChatGBT 能够赚钱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像我一样 建立有关于ChatGBT 教育资讯类的 YouTube朋友圈 Instagram FaceTime Twitter等专门的频道 通过内容来创业 在2022年12月份 也就是在ChatGBT 正式发布 一个星期之内 我在YouTube上面 发布了这个影片 那个时候在YouTube上 乃至整个华语世界 介绍ChatGBT 还是非常少 我抢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将它制成华语的内容 发布在YouTube上 让我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 就通过了YouTube的YPP计划 只有加入了这个计划 你才能够通过YouTube赚钱 这个计划的门槛 需要在一年内 有1000个粉丝 和4000个小时的观看 这一切 我都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而在短短的一个月结束之后 我的订阅人数 已经突破了3万 这个是我主频道 花了一年多时间 才能达到的成绩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后台 我的第一个月收入 就有1000美金 你会看到YouTube上面 朋友圈 目前有充斥大量的 这样的频道 他们都是最近三个月 才刚刚发布的内容 或者说有一些 他之前发布的内容 平平无奇 无人观看 自从他发了ChatGBT之后 他流量就瞬间火爆 订阅人数瞬间的增加 这就是我说的 通过ChatGBT 创业的第一个方法 有关于怎么样 制作一个YouTube频道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想要了解 这方面资讯的小伙伴多的话 我也会做专门影片 给大家介绍 第二个还是跟我的职业有关 因为我是个YouTube 内容创作的最烦恼的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知道 你的主题是什么 你需要写稿拍摄影片 那么现在AI出现之后 可以通过ChatGBT 来帮你选择一个主题 帮你生成文稿 甚至可以通过 简映这样的非常方便的 图文输入 自动生成影片的技术 非常短的时间内 创造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影片 这个雪梨观察 这是一个完全利用 人工智能写稿编辑 人工智能合成语音的方式 来创建了这样一个新的频道 观看人数还是非常有限 所以恳请大家 对我这个新的频道做一个知识 对这些内容进行点赞留言转发 非常感谢能够订阅 我们新的这个频道 这也是我一个AI测试的项目 我希望能看在一个月 或者一年之后 看看它能够成长成 什么样一个级别的频道 第三个 我们可以通过ChatGBT 创业的项目 也是有关于自媒体创业方面的 我们普通人是没有时间看书的 有一些爱读书人就可以把他们觉得经典的书 通过十几分钟音频或者影片的形式分享给你 那你会发现YouTube频道上面有这样一个分类 就每期会分享一本好书 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这种创业的项目 例如像樊登读书会 罗振宇的得到APP 都是将知识内容通过音频的形式分享给你 受到了VC风险投资商的追捧 这样的模式被称为知识付费 读书人将他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思考读到的书 通过他自己的总结提炼和感悟分享给你 而提炼总结了 这是XGBT非常拿手的 我说如何向一个没有时间看书的人分享一本书 该从哪些方面来问XGBT 你可以问XGBT书籍的简介 主要观点 重要的角色 主要的情节 书中的启示 及引人至胜之处 还有它适合哪些人群 那询问这些问题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这本书的经验的信息 最新的将有效的帮助 那些没有时间阅读的人 分享这本书的精华 我说你知道这个行为被称为猜书吗 他说我知道这个概念 所谓猜书就是book summary 书本的总结 真的 他知己的猜解书的意思 那我说你能够列出10个值得猜解的书名吗 他瞬间就告诉我 以下这10本是值得猜解的书 涵盖了不同的知识点 像创新者的窘境 乌合之重 影响力 思考快与慢 原则 从0到1 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这些书籍 可以帮我猜解一下原则这本书吗 那他马上就告诉我了 原则这本书是由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和成长的速度 然后你可以针对当中的书本简介 主要观点 重要情节 书中的启示 分别的让CHGP来展开给你内容 那你可以将这些进行的整合成你的一个文稿 通过AI将它生成语音 并且配上画面和音乐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 你根本就没有花时间去读这本书的情况下 通过AI帮你猜书 产生出一个非常好的分享类的节目 那这次分享的是原则这本书 他就把我整个的稿子原原本本的写出来了 我就可以直接将这个文稿 生成语音 配上画面 通过AI影片生成器 将它自动的配上画面和背景音乐 我就非常迅速的产生出了一期 分享一本好书的节目 非常的迅速 那我想说的第三个 就是关于广告文案 营销内容的创作 我们知道一些小的创业者 例如是一个从屋医院 那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化的时代 你可以建立你的YouTube频道 Facebook专页 Instagram 朋友圈 公众号 抖音号 开展 对你的实体店铺有帮助的这些社交媒体 那如何创建这些内容呢 然后普通的这些小业主 他没有这种内容创作的能力 那你就可以通过 ChairGPT 帮你来产生大量的 有关于你这个行业的信息 社交媒体的这些营销类的文案 我说如果我是一个从屋店老板 请帮我写出10个 对我潜在客户有实际帮助的文章标题 这个的确是对我潜在客户有帮助 他说选择适合你完美的宠物 狗狗猫咪鸟儿还是其他动物 宠物营养指南 宠物健康检查指南 为你的宠物找到理想的培训班 如何带宠物愉快的度过假期 那这些呢 可能和他的实际的宠物店的销售 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都是你的客户心里所想 所需要了解的信息和知识 如果在你的社交媒体当中 能够产生对你的潜在客户 有帮助的信息 通过这个方式呢 可以让你的这个社交媒体 抓住对宠物相关信息 感兴趣的潜在客户的眼球 对你的销售是绝对有帮助的 请帮我以这个标题 写一个500字的文章 这些呢都是由AI自动来完成的 接着下一个主题呢 是通过ChatGBT 还有像MadeGenerate这种 自然语言生成 精美的插画的AI的工具 来生成一个电子书 我说请帮我写一个 适合五岁儿童的绘本的 脚本故事和插画 它故事名称是 小熊宝宝与彩虹春 故事大纲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关于友谊 勇敢探索的故事 主角是一直名为 小熊宝宝的可爱小熊 要配上什么样的插画呢 就是小熊宝宝在森林里漫步 脚本里面呢 就包含插画和文字两个方面 因为是给五岁的小宝宝看 那文字非常简单 插画的需求呢 就是小熊宝宝在森林里漫步 有了这些插画的需求文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叫 MitJerry这样一个文字 来生成图片的AI工具 我们点击sign in 我们可以把插画 将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我们在MitJerry这里呢 打上一个斜杠 Prompt将这段英文输入进去 你看这个AI在慢慢生成 这是AI生成的一个过程 这已经生成好了 那这张图片呢 就是通过我们第一句话 来帮我们生成的 好你就可以利用MitJerryAI来生成这些配图 好然后你就可以在amazon上面去 免费自助的出版我们的电子书 你也可以是印刷好的评装书 覆盖到亚马逊上数百万的读者 在上面这些国家等地的客户呢 赚取70%的销售的提成 我们用亚马逊的账户出示登录之后呢 它会显示我们账户显示信息不完整啊 那我们如果完整之后呢 就会看到我们的存档啊 可以创造管理和发布 我们的这个新的电子书 你要发布一本电子书呢 必须完善这个信息啊 我们点击更新出版商的信息 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你就填上个人啊 出版商的这些类型 以及一些税务信息 那关于marketing营销这块呢 它也会教你如何注册一本电子书 那么新的广告怎么打 然后你作者这个中心里面 你需要发布一些声明 以及发送新版本的这些通知 在这些信息都补充完整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击创建 你可以创建一本kindle的电子书 瓶装书或者精装书等等 那我们就点击创建电子书 你可以选择你的这个书的语言 kindle上面更多的人群 可能是英文的 那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电子书 设置成英文版本 图书的标题 可以设置我们的电子书的语言 书名的标题呀 副标题呀 那你就保存之后 那你就可以成功的将这个电子书 发布上去了 那这一期呢 因为节目的时间受限 我们没有将这个电子书 具体详细的制作过程演示出来 我只是讲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流程 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电子书的如何制作 发布做成一个单独影片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我们这频道 这样就不会有自己信用插进而过了 那我在这边呢 准备了一个如何更好的使用 ChatGPD为你自己的领域所用的 这样一个使用的教学的这样一个电子书 我会免费的送给大家 还有我能收集到的 所有的ChatGPD AI领域的 各行业的最新的研究报告呢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 获取到下载地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你给我个赞 你也可以订阅我们这样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和我们最新的插进而过了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